今天去的这家店呢叫Rich Table 是我的小闺蜜提前三个月 遣到的比较好的晚饭时间 那番市里的米其林一星 这家创意美式料理餐厅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融合亚洲的味道 这家餐厅在美国人的圈里还比较火 那今天来看一看符不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今天就是点的Chef's Cake 所以就是由主厨来为我们选择今天晚上吃的东西 我们是两个人 他们给我们上了几道菜 是两个人不一样的 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能多尝一下他们店里不同的菜 先上来的是前菜 觉得这个生蚝应该当晚最佳之一了 味道非常的鲜美 完全不腥 我个人对一个生蚝的最好的评价就是不腥 这些前菜有牛干菌甜甜圈 表面有一层牛干菌粉 吃起来巨香 就是那种越吃越上头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比较好吃的是它的这个沙丁鱼薯片 这两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两道前菜了 上面这个梨啊 这个梨真的是 梨汁撒了一些香料 然后味道有点像孜然粉的那种 撒在一个梨上 真的是 梨汁搭配 梨汁味道 开始了我们的主菜 第一道是一个牛肉饺子 上面有一些辣椒酱 嗯 就是感觉厨师非常努力的复刻出了老干妈的味道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有一点融合了亚洲创意料理在里面 然后第三道 它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料理 而且巨好吃 应该是搭配了蟹肉 然后配上南瓜酱 还有一些柚子粒 表面那些我刚开始以为是面包糠 看了一下菜单好像是某一种烤鱼的碎粒 它的螃蟹特别的咸 配上南瓜的甜味 应该是我当晚最喜欢的这道菜 这个是一个面包片 配上南瓜酱 跟另外那一道比起来可能就稍显逊色了不少 第四道是一个 我的是一道西兰花蛋糕 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有一种麻油和胡椒的味道在里面 又有一点微辣 还有一点咸 另外一道是一个日式的天妇罗 哇 这个日式的天妇罗真的就是可以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给出复分 真的炸得很一般 接下来是两道意面 我的这一盘是海胆意面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完全没有吃出了海胆的味道 我朋友的那一碗是蘑菇意面 后来是朋友跟我们说 说我们那一碗其实是海胆意面的时候 我自己都惊了 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感染新冠了 失去了味觉 我海胆的面呢 过于惊到 就是牙口不好的那 能吃起来可能都有一点咬不动 相比较而言的话 我觉得蘑菇的意面倒是做的还挺好吃的 这一道是一个小的short rib 一个很小的牛排 巨小藏在一个叶子下面 最后是甜点 一个是意式沙冰 一个是一个冰淇淋 比较酸甜可口 看来说我个人感觉价位也还可以 米其林一星 两个人感觉有点三个人的份 比较适合美国人的口味 并没有那么出中咱们东方人的味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见 拜拜